还记得这名瘦到皮包骨 大腿没有肌肉 肋骨清晰可见 就连臀部也凹陷的孩子 它是夜门饥饿问题的缩影 粮食不足的情况 在今年六月恶化 因为长期援助夜门的 世界粮食计划署 被迫中断行动 8月21号 物资终于重新抵达首都沙纳 内战四年多 战火把夜门推向饥荒边缘 首都沙纳早已被反抗军占领 六月世界粮食计划署担心 援助百姓的粮食被充当军粮 因此计划喊停 索性在多次协商后 重新达到共识 发放现场民众大牌长龙 等了两个月 终于可以再领到面粉 植物油 大豆 盐和糖 舒缓生活困境 但好景恐怕不长 夜门约有1800万人 相当于三分之二人口 粮食不安全 世界粮食计划署 每个月援助约1100万人 庞大经费可想而知 一旦资金缺口没有尽快补上 后果将不堪受想 打开新闻黄敬廳变异